政府跟有眼睛跟蝦雕一樣 都看不到 你們怎麼不告訴大家 你們可以防疫第一名 都是剝削我們這一些 護理人員而來的 你要歌功頌德 我們不反對 但是你不可以 每次都是稱讚自己 做好棒棒 但我們的錢 到底去哪裡了 你說有團體獎金 到我們那邊 人家說有渣渣 我們連渣渣都沒有 我們拿到的都是汤汤水水 還有人拿到 剩下80幾塊錢 80幾塊錢 那你還要做嗎 蛤 你到底公德家 都告訴我們是誤會 哪來那麼多誤會啊 照顧老人 可能這個薪水 你會說 這個上萬多塊錢 跟我們不合 那我在這裡也要勉勵 我們第一線的造福員 把它當作是一個 公德台灣 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一個做善事的行為 真的要問你問題 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你現在已經不接受媒體讀訪問 而且一定要限定我們一些 所謂跟此事相關的 不過今天問題一定是跟這個問題相關 對 聽說這疫情這三年就大家所知好像說說你們非常快死掉了然後說要補貼給你們嘛嗯我有看到這個新聞啊要補貼護理人員因為美你們那時候疫情三年每天都 真的是奉獻生命跟病毒共存然後都超時加班嘛應該超時要加到爆炸心理壓力也很大然後那時候補貼補了嗎 我們講現在其實還是有很多護理人員的補貼沒有拿到啊 沒有拿到啊 對啊今天沒有拿到的人還是有不少啊 那政府 政府他的調查報告我記得陳時中要去選這個台北市長的時候告訴我們7月要給我們這個調查報告到現在都已經他選完選不上到現在也都沒有拿出任何報告出來啊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錢到底哪裡去啦然後政府說多照顧我們到底哪裡照顧我們我們2018年我們就做了這個問卷調查 那問卷調查我們其實就有講到我們薪資還有我們的工時這些問題疫情三年期間裡面有兩年的時間2020年跟2021年我們的護理人員一直在講我們要防疫旅館那時候不是有這個特別條例的 所以給我們8400億嗎我們一直在講政府跟有眼睛跟蝦雕一樣都看不到都是各地方政府才去拿補助可是我們要求政府要給我們補這一些防疫旅館 大家看到會不會怕會怕而且我們也會被歧視啊所以我們說防疫旅館的這個可不可以主動沒有欸每次都要我們去三拜託四拜託電視上面我們開 我們開直播罵政府然後才慢慢有台北市柯文哲找我們護理人員要去做功德我們在那邊罵都沒有提供才提供然後過來就是陳其邁才有那請問一下這不是很可恥的地方嗎要先罵啦對啊那你為什麼不是主動看見我們的需要然後每次就會說啊你們還辛苦了然後呢每次都去世界宣傳說 我們世界防疫第一就拿最新的我現在都講最新的喔最新的 禮拜六又在這個國際研討會上面歌功頌德說他們做得很好那我們就問他那在防疫期間的法律條文裡面的人力還有防疫物資的問題還有我們護理人員進修家的事情你們怎麼不說 然後不只是這樣子請問一下你們怎麼不告訴大家你們可以防疫第一名都是剝削我們這一些護理人員 而來的然後他很生氣那個次長周志浩次長很生氣他說你怎麼可以說剝削呢剝削你不可以這樣說我們我說為什麼他說剝削是故意的行為我們沒有那我說我改壓榨好不好該給我們的錢都沒有那請問一下那不是剝削那就是什麼你要歌功頌德我們不反對但是你不可以每次都是稱讚自己做的好棒棒啊 但我們的錢到底去哪裡了叫你拿個報告有那麼難嗎錢撥給誰了為什麼叫你去監督醫院醫院要怎麼給我們我們護理人員多可憐你說有團體獎金到我們那邊人家說有渣渣我們連渣渣都沒有我們拿到的都是湯湯水水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那一些防疫津貼到底多少還有人拿到剩下八十幾塊錢八十幾塊錢對啊團連防疫下來就是每個月他這樣分三個 一個月或是寄給這樣子下來的錢就那麼低啊那你還要做嗎蛤要不然就幾百塊啊這是真的啊oh shit那你覺得咧那你說這個政府我們會說大好棒棒嗎錢怎麼來的怎麼給的我們都不知道N of DN就是大業嘛然後of就是放假嘛D就是白班大業就上到今天早上的八點 然後跟你說你放假了明天白班早上八點上班請問一下你回去要睡覺還是不要睡覺這不算放假啊那你吃我一天假啊對啊我們台灣就這樣排班啊你剛才不是問說有加班費嗎沒有啊什麼叫加班費有80%以上的護理人員是不敢去檢舉的為什麼勞工局找不到我們去班表都做得很漂亮他會有兩種班表 一種是我們實際在操作的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的然後呢再另外一種呢沒有兩種班表但是會有打卡上的問題你打卡以後就沒有加班啊就你自己工作能力不好長官都說你工作能力不好所以你事情做不完我們台灣的這一些護理主管很奇怪自己都不下來自己照顧1比181比20做看看他都不做他都覺得嘴巴講很厲害他們不敢啊 都是常態嘛對不對啊對啊打假卡然後超時加班對啊都是啊然後責任制對啊然後做到事我們的民進黨政府都歌功頌德說自己做的是世界No.1是啊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違法On Call你今天放假對不對然後像開刀房我現在就是Call你Call你今天放假你有Call你出來你才有錢沒有Call出來你這一天就算放假然後你Call On Call這一天一小時多少錢20塊 On Call加班耶你休假那天加班結果一小時只算20塊沒有不是這樣子他說你今天沒有被Call出來我算你一小時20塊然後呢其他的時間就不算錢你要有出來例如你今天被Call出來3個小時我就給你3個小時的加班費對然後呢重點是你出來加班費對不對要乘以加班費的這個倍數對不對 他不願意他就跟你講1比1他還跟你說你不能拒絕他因為你是護理人員你是要有救人的天職再來一個呢現在沒有人呢就給你跨科調動我們是眼科的護理人員然後呢你今天是骨科的病人那請問一下我眼科去照顧骨科的病人你會不會怕會啊啊我沒有一定的這個訓練然後我去我會不會怕是就一直幫他看眼睛然後骨頭 斷了一直看他眼睛喔我會不會不能這樣講我們沒有嗎還是會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還有啊生病沒有辦法請假他根本沒有多餘的能力啊所以你也沒有你生病的就我就暴斌上班對啊 現在會怕上新聞所以就是說點滴你不可以掛點滴打他記得要去休息室或討論室 不可以在外面因為現在病人看到會給他拍照會上新聞所以醫院會怕還有現在放假修不到他不讓你放假啊我每次講實話都會被人家抹黑因為我們的護理立委每次都告訴別人好的那一面可是呢我們辛苦的那一面呢都沒有說只要我們講他們不好就是要抹黑出來的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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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肯讓我們講出實話嗎 這是台灣民主國家應該要有的這個方範嗎我們希望讓國際知道台灣的醫療環境我們的困境不是這麼的好我覺得應該讓大家知道事實到底是什麼而不是繼續在那邊假裝美好 不然叫我請問一下那個立委是哪個立委啊陳靜明啊而且我跟你講這個政府為什麼我老是罵他們他們真的很過分啊我們做的問卷調查都說我們非常辛勞我們非常護理人員受不了了我們有多少的護理人員想要離職了 然後我在去年就開始預警我們會有護理人員的離職了你知道都跟我說什麼啊就是那個那陳語鳳就是想太多了要不然然後就是他他言過其實了這樣情形其實呢都沒有在我們的我都還在我們的掌握當中結果哪有我講的都一一實現啊他現在就問他他就說啊這個問題我們就已經發生了我們就不談了醫院都在 他喊窮再喊健保沒有錢請問一下近十年來院所院所床數增加一萬兩百三十八床診所病床增加七千兩百二十七床都是在正成長的喔那請問一下醫院是哪裡沒有錢沒有賺錢 他們他的沒有賺錢是因為賺的不夠多是沒有啦因為沒有賺錢是因為說今年本來想買幾套別墅但只能買兩套賺太少有可能是這樣對對對對對為什麼你應該管制法律有管制 有要做的你都不做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生氣的罵奈功德他都是之前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啊說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就應該多做功德啊我講啊你在那個啊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他們最常做的事情我選上了以後我就忘記我答應你的事是那肯定對啊所以我們很害怕啊所以我們就現在說那請你們可以集體落實啊趕快落實啊就像護病比三班護病比陸法好了 要兩年以後以後才可以啊他們只有他們想要通過的法案都可以通過他們不想要通過的法案都通過不了啊我們希望就是說各個候選人我們不管是立委候選人或者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你應該具體明確告訴我你要怎麼修正你要怎麼改而且你們也要簽出承諾啊告訴我們啊我們才願意啊不然的話就像你賴公德講的你今天講的明天有可能就變啊 都告訴我們是誤會哪來那麼多誤會啊不是這個樣子那到底是哪個樣子欸你是執政黨欸